瑞儒 澤雄 亭乙 水墓 那些失去的你 在音樂人謝明燕吹奏桑斯風的旋律中 詩緣哄紅朗讀著他的新詩《雙將道清明》 詩中提到一個一個的名字 是1950年11月29號雙將時節 第一批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的 台大詩緣受難學生 《雙將道清明》也是國家人權博物館 近年第一屆人權藝術士活節的策展主題 自然有其特別的含義 在70年前曾經在很多校園裡面 發生過的所謂的白色恐怖事件 我們這一次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 來讓同學們來認識這個歷史 同時透過認識歷史的過程當中 來透過創作來做為一種再現歷史的方式 那所謂清明就是說我們一方面是有一個告慰 當年的這些所謂的受難者的這種意味 另外一個是我們從過去的這些黑暗走向一個比較光明的 一個未來的這樣的意思 人權館表示 人權藝術生活節刻意選在11月底到12月初舉行 是希望在11月20日的國際人權日與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期間 透過舞蹈、音樂、戲劇、詩歌、講座、親子活動 甚至是兒童主導的策展 讓不同年齡層民眾都能對於從過去到當代日常生活中的人權議題 有所理解與認識 很多的議題其實會散佈在像是社會新聞當中 或者是政治的一些爭議當中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說人權的這個核心概念 常常是被混淆了或者被掩蓋了 那我想說大家如果能夠透過藝術能夠更清楚地去認識到 這個概念跟我們自身的關係 跟我們自己的歷史的關係 可能就比較不會被外面那些政治的口水所淹沒 粉紅強調 台灣的轉型正義正起步 需要更多社會支援 在這其中 藝術的介入不能缺席 希望人權藝術生活節能作為一個平台 鼓勵更多創作者投入對人權的思考 促使民眾對於當代人權價值有更多對話或通與反思 轉國面臺最佳洋人想家招輪才被刺蟲報道